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需要湿淀粉 芝麻油 绍酒 芡汤 白糖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做法 将螺头肉片成片 洗净 然后把它们放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水 大火烧热以后 加入盐 味精 再放入切好的西芹 再加入油 西芹 焯水 焯透以后 捞出 沥浸水 装入容器中 炒锅继续加热 下入鲜袋子 螺片 再加入烧酒 焯水 煮炒锅上火 焯炒锅上火 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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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锅上火,放入油,用大火烧热 然后放入焯好水的螺肉和鲜袋子泡油 泡油后迅速地倒出沥油 炒锅上火,放少许的油 再放入葱,姜,胡萝卜片,西芹 再倒入泡油后的螺肉和鲜袋子 烹入烧酒,放入上汤 再加入芡水,湿淀粉,胡椒粉,芝麻油 翻炒均匀 最后淋上明油,装入点缀好的盘中 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螺肉焯水时,时间不宜过长 否则,螺肉会炙老 好,这道玉带彩螺衣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彩艳丽 咸鲜香适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